二十二 二十二 中了 最后一个 中了 中奖了 我中奖了 帅 杰文心 喂 若薇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不合适 你不要再缠着我了好吗 若薇你听我说 我中奖了 一千万 我可以给你幸福了 你不是骗我吧 我怎么会骗你呢 这样 我现在带着彩票去找你 明天我们一起去领奖 那 我等着你 你等我 我现在就过来 若薇 我来了 我 我不是被雷劈了吗 我穿越了 还成为了名捕快 是个不行 我得赶紧回去 若薇还在等我 你是 让你穿越的人 我不要穿越 放回去 放回去 大道轮转 顺其自然 只有你死了 才能回到现实 只有死了 那我自杀行不行 若是你自杀 则会堕入 无穷的地狱 如果一个月内 你没有被其他人所杀 就永远也回不去了 你们不知道 那猫腰身长 八尺有鱼啊 那牙齿和指尖 比利刃还锋利 一口一个小朋友 话说 那猫腰在山中修炼 一千多年 这家小孩哭的最凶 直接抓走 叫我说 咱也别抓什么猫腰了 那王献令 不是找到 是来襄妖了吧 都记得不好 猫腰身边 在打掉我土地尿 你们谁跟我去逮捕猫腰 我去 猫腰这么厉害 找死的机会 这不就来了 我那个怪怪 去去去 你干什么这样 你疯了还是不要命了 那可是猫腰啊 你今天吃错药了 平日里最胆小的就是你了 你敢去逮捕猫腰 为何不敢 为名除害 人人有责吗 只要被猫腰弄死 我就能穿越回去 都不需要一个月 我一天就能回去 老言好样的 萧丞林 王老虎 张小帅 你们三个一起去 那个 曹娃 我挺突然的 我家老母猪要下子 我得回去 接生稿 我三姨 四大爷 过生日 我得回去读寿 我最近上火了 我要去找小爹 下下火 少废话 接个动身 秀兽 要不咱们回去吧 装猫药 是倒是干的事 来 普通人进去 恐怕是肉包的打狗 有趣无回 我叫你们来 不是让你们打出刀骨的 赶紧给我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我去就行 老爷 不是我说你 你今天脑子让驴踢了 是不是 平日你遇到这种事情 熟悉跑得最快 今天咋这么积极啊 这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正所谓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了 老爷 这是我的黑狗血 听说可以磕毛油 这是我的黑驴 这是我祖传的 请搜索 我心中无惧一身震气 曲曲猫油 和奈何 万一这些东西有用 我可就死不成了 来吧 来吧 弄死我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大哥哥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回去 我们也难听了 好 王 王 王 你们赶紧回去 门口有衙门的哥哥 他们会送你们的啊 谢谢 大哥哥 快去 快去 好女婚养东西 胆杆坏本道爷的好事 今天我就让您吃不了兜着走 原来就是你在拐卖二徒 小子 你找死 只要我被这车到石杀了 就能穿越回去了吗 你说的没错 我就在找死 终于要死了 我终于能回去了 龙威 等我 好 没想到死了 居然如此舒服 这么 软 一定死了 他一定死了 你 哪里跑 你救我干什么 让我死啊 草孽 把这人犯子到处抓起来 带到衙门去 来 这个道士本来是县老爷 请问说猫妖道 咱们就成了人犯子呢 且 下次不许再猫妖了 啊 你不是个处 什么 就开始 这数字 你不要问他 这数字 根本就没有什么猫妖 都是玄疑老道在贩卖孩子 如今他已被我们抓获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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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玄疑老道 刚来咱们宇安县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 打着装猫妖的名义 却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真是该死 不快大人 一定不能放过他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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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主还想着顺手来调查一下 永安县的人口失踪案 没想到这样子这么快就破案了 那破案的女子真是为女众豪监 看来永安县的官员也不全是坏的 就凭你们这些贱民 你还想制魂道爷的罪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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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醒 他 什么躺 慢的 慢的 永安县 leung-leung-leung-leang 功能健康 嗯 嗯 你 一定要禮名之法 自然 事情本官已经查清 用完献骨头 徐清颖 假扮猫腰绑架孩童 低倒黑白 其心可读 这位道爷 是本官花大家庆 从险恶观起 道长是去救人 反倒被徐清颖等人 烦养一个 当真是可恶之急 没想到你身为朝廷 快 竟然敢公然拐卖孩子 当初 早就跟你说过 本道爷的后台硬得很 就凭你们还想扮我 你要不要猜一猜 我把这些孩子抓走之后 都用来干什么了 贩卖 贩卖能值钱钱 剪成人单 价值千金 朝堂上的老爷们可喜欢了 你还想对本道爷动火 现在大人 明明是这老道假扮猫腰贩卖孩童 我等钱去逮捕 不住口 徐清颖 事到如今你还想了狡辩 才明是你旺步履法 为了一起私利绑架孩童贩卖 最无可赦其心可忠 那人干什么 把这块捕头绑起来 给这位真人松绑啊 全废物 而等电脑黑白 有没有王法了 徐清颖 你现在在逛五堂之上啊 你要是朝廷律法 难道是想为朱小族吗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想 你要为你的亲朋好友想想吗 这么一个大美人 要是就这么死了 未免也太可惜了 不如今儿晚上 就让本道爷好好疼疼你 宪太爷 不能放了这个骑手啊 你刚才说什么 这里可是现眼 你要干嘛 小家伙 你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县令大人 犯人分明是玄鹰老道 不可能是我们老大 还敢胡言 莫非你与此人是同 别想被打入大牢 来人 叫他打入死 大人 我不是 你是 既然没有人有意见 那么此案就 传落定了 徐青颖 就是真凶 本观念你们都是被徐青颖蒙蔽的 给你们一次改过自信的机会 都是谁再敢给你到黑板 当场格式 这女子如此豪杰 抓到了人贩子 却还受此屈辱 这永安县当真是黑天了 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他说话 看来 这禽兽 已经完全掌控了永安县 这县令如此颠倒黑板 失败不分 想来就是这禽兽的 什么样子 不如我们把他全杀了 四五青颖永安县 本案已定 谁还有意见啊 我有 乌亚 你快回去 嘎嘴一点 你说什么都没用了 不要命了 赶紧回来 生死 正合我意 圣人言 名为众 君为情 狗仙烈 你是非不分 颠倒黑板 不退为官 狗仙烈 你是非不分 颠倒黑板 不退为官 永安县还有忠义之事 我看这朝堂之上 青天大火焰 狠数都是知人二字 大胆 你这个人不得上 不不本县令 肯定是找死的 县令 你何其不公啊 也配当着一方的父母官 你 狗仙烈 你已经瞎了 分明是这老道拐外儿童 你却颠倒黑白 真当无人敢站出来吗 是啊 徐古董在扁县进攻之手 绝不可能是贩卖孩童的凶手啊 谢老爷啊 就是这个道士抓到我的孩子呀 我们这孩子都可以做真的呀 谢老爷 苍天有眼 你不能直发不公啊 对呀 放了死我头 放了死我头 狗仙烈 听到 老公子 你看这 小狗给我闭嘴 好好 本公子还不知道这小小的永安线 居然有不怕死的感慨啊 你很能耐吗 来人 我现在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要了 只认许金银拐卖孩 我赏你十万 要了 我屈居群臣 别想说买我 老爷 别管我了 都不过他们的 我说你小子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我们二公子可是只手遮天的人物 你拿什么跟我们斗 刘欣 你个不知考戴的东西 啊 二公子给你机会你这样也不要 黄县令 别按摩 不是 哎 将徐金银打入死后 以正永安线清廉政法 你很难心是吧 我现在将他打入死后了 你用我 把我怎么样 耳缝耳露 明尺明高 下名义孽上天难骑 金银 你们谁想动徐金银 就从我尸体上 啊 向前美 咱们一个团结起来啊 我那就是狗魂 杀了咱们那个黑人啊 我们也是人 绝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当成出生一样 随意运辱 快 放了芝麻刀 芝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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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坦荡 如此人才 当为我大下洞 芝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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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死金牌在此 你能拿我怎么样 免死金牌在此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有免死金牌 别说你一个小小的不快 就算是皇帝陛下亲自到死 他也不跟你说好 言文心啊 言文心 你区区一个补判 你毕竟老公子都拿出免死金牌了 你死了 你直到骄傲了 你们都看见了 陛下遇刺的免死金牌在此 别说我抓了永安县的幼儿 就算我抓了全天下的幼儿 又如何 我说 你是不是喜欢这个丫头啊 别担心 待会儿 笨道爷就当着你的面 把他给绊了 你又能奈我何 你一时冲动 就算他没有免死金牌 也奈何不了他 咱们斗不过他了 赶紧走 走 现在想着 晚了 杨文心 你以为带着一帮刁民来找我 就能把我怎么样 来人 这帮刁民 再敢扰乱 陶庭办案 与我正地斩上 跪 免死金牌 我言问心这一生 敬天敬地 敬鬼神 敬父母 敬百姓 就是不敬 而等这些 身披权贵外衣的 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 我确实不给抓到 你还是怂了 怂了 就给我跪下 我见你有几分血友 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如 你就来我家当条狗 我照样赏你十万两 杨文心 你现在知道和 财上大人二孤子的差别了吗 还不跪下赶紧收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妈 这儿啥啊 执法犯法 罪加以 你有免死金牌 这大下律法斩不了你 那就让我言问心来 斩死你 好 你 你竟然叫他杀了 他给你承着大人公罪啊 老爷 你疯了 这都还真杀了 我们也要完蛋了 真敢动手啊 他居然不畏强权 拔刀斩权贵 这才是我大下需要的人才 哎 颜文心 在孤单之上 杀人乎乎乎乎乎乎 把他给我拿下 现在的人 他只是一时冲通 我没有转 我就是要杀了 砍了 陈相的小儿子 估计这回没人能救我了吧 终于可以安心去死了 李星 如此无法无天呀你 你太张狂了 你给我打完死了 啊责任为战 许晋 今天看着这么多百姓的面子 我就暂且饶了你 你们谁要是再敢提 严文心说话 都会 快走 不能死 小娘子 rique 老爷 不好了 出大事了 何事 drifting 他在尤文县 他被人杀了 你说什么 何愿该杀我 是尤文县的小捕快 颜卫星 他被打入死牢 王县天不敢做主 对于送来书信 和阿公的失守 一个小小的捕快 也敢杀我 告诉王县令 让他把颜卫星的人头送来 要不然 把他自己的脑袋送来 是 我为了监狱这样不太好吗 要是被人把你砍掉了 老年砍得可是成下了二公子 咱们谁救不了 你们竟然不管 为什么好懒 我怕归胖 可可连险兄弟 我们不能看着他白白送死 对 兄弟 我敬佩你 但我不敢放你出去 只能让你在牢狱之中少受点委屈 多谢兄弟 这样就足够 明天就死了 就能回家了 弄这干啥兄弟们 吃吧 老爷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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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咱们来干什么 还能不能让人死吗 草屁 我就说老爷 重情重义 你看 都感动哭了 我感动你全天 跨谁现在 离开永安线 如今禽兽已出 我死就死了 何必连累你 我们不怕 可是你们还有家人呢 快走快走 老爷 我以前以为你贪生怕死 没想到 你一波云天 老爷 你死了以后 我要把你的牌房立在最新阁 让他们供奉上乡 那你每次和小迪刑房的时候 不都不看见老爷了 都是自家兄弟说这些干什么 我话说回来 老爷 你还是个初男吗 要不在临死前破个壳 就这么足了 怪可惜的呀 我觉得也是 老爷 顾家管人一个 要是能留个后领也好 你放心 我们个仨给你养 老爷 你快马加冰 处战处决 我们三个 结果偷看 一会儿逃得圆语之情 张公主 节律不太好 像他这样的人才 正是我大厦需要的人才 绝不能让他死在监狱之中 可是 张公主 这 怕什么 到时候给他换个身份不就行 哎呦 真不必了 那么赶紧走吧 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老爷 你还有什么 其他想做的事吗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青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青 我严问心一身行事 问心无愧 虽死 想不到老爷有这样的格局 好惨大 他说什么意思啊 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说的 或者是一言吗 此心光 异负何强 这才是我大厦的国之动量 我大厦的人才 他若死 将是我大厦最大的损失 既然他不愿逃遇 那我就让他正大光明的出来 毫无愿逃遇 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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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公主 求长公主救我 前尚书 你先起来说话 不 我现在要是站起来 我的脑袋明天就要搬家了 到底怎么了 长公主 请看 怎么会这样 国库为何亏空如此严重 有人贪污了睡淫 什么 请长公主调查 我知道了 待我入宫禀明陛下 免除言问心一死后 便会派人调查此事 多谢长公主 罪犯言问心 不顾大厦律法 私自杀人 将以命抵命 今日 斩首失众 以警校友 好 他是好人啊 好人啊 现在也 你不能杀好人啊你 老天爷啊 你正黑眼你看一看 赶紧逼死你个狗狂啊 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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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口 谁要是再敢乱说 一律交道三十 行行 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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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 散了 等他 我死了他 你们这又是何苦啊 用如雅 不要救我 我想死 我想穿越回去啊 就 Rein réponse 都给我停下 人故有一死 或轻于红毛 或咒于泰山 今日我虽死犹柔 大家都听我一句 便为了我破坏秩序 回去 结果这种杨伟心 才不该死 大家绝不能让这么好的来去死 对 那些剑马战 你想死啊 谁敢接罚场 叶律家乡 别不要 我看谁敢接罚场 今天我倒要看看 谁敢接着罚场 行行 是 唉 这下总可以安心去死了 马上就能见到我的女神了 闪 你 你 这 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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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二等不尊圣旨想造反嗎 圣旨到二等還不跪接 奉天承韵皇帝 詔曰 永安縣憲令 貪污腐敗 暗中保護人販子玄殷老道 假扮貓妖抓捕幼兒 當 押入京城 秋後問斬 永安縣骨派 顏問心 無愧天地 毅然出手逮捕真凶 可免去死刑 慢著 顏問心 唯背免死金牌斬了二公子 請他就此作罢 國有國父 家有家歸 大丈夫死刺死也 又何俱災呀 趕緊把我砍了吧 求求你了 沒錯 本公主聖旨還未宣完 狗奴才叫什麼 跪下 然 顏問心 不顧免死金牌 斬首丞相第二子 當重罚 嘿嘿嘿 還有戲 憲 罰顏問心 暫代永安縣憲令一職 但因其是戴罪之身 官階降至九品 望其戴罪立功 肃清官場 欽死 這不算是廚房 老爺 你終於不用死了 老爺 你注意一下 老爺現在是憲令 憲令 老爺現在當憲令了 那我也要行樓 我就可以去醉心樓了 你這麼重的廚房 當個捕快我都難死了 當憲令我還怎麼死啊 顏憲令 還不接旨 來 當憲令 還不接旨 公主 我要是抗旨的話 算不算大罪 呀 不是 涨公主 我的兄弟膽小沒見過什麼事 被這聖者和您的妾子給壓迫到了 可否讓我們貼他戒指啊 我說 我谢谢你们 颜文心 你要为了永安县的黎明百姓 好好为官 你的小小管家 既不为官 又非皇亲国戚 何来全力执法 来人 把他拿下 原来死也这么难 严县令为何闷闷不乐 见过张公主 严县令 无有一案交由你去调查 你说 我一定拒绝 最近朝中税营的账目不太对 本公主怀疑 有人贪污税营 此案就交由严县令去调查 公主 那如果说 我不答应的话 会如何 此案凶险 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你要是拒绝 也可以 生命危险 我必须得答应 身为信 当为朝廷分忧 为陛下请 区区生命危险 算什么 水银案 我请了 没有生命危险 我不敢 你为我大下着想 我大下定不负你 等你完成了三件大案 我立刻请令陛下 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 什么愿望都行 当然 好 陛下把我完成愿望 那我要是让女帝嫁给我 她还不得把我砍了 公主放心 本官 定会尽快查明天下 还世道 一个朗朗千军 本公主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要是遇到任何阻碍 都可以来找我 鬼才找 要是找你帮忙 谁敢杀我 老爷 你糊涂了 再服务你了 你查睡银案 九死一生 你不要命了 那就更得查 你们谁害怕退缩 谁自己脱官服 不过 该从哪下手呢 你要真想查 你就从曹玉衙门查起吧 嗯 你有线索 这天下的睡银 有一半都是曹玉送往京城的 老爷 要是曹玉衙门的话 我建议你就别查了 为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啊 这曹玉衙是份肥产 这里面的水它深得很 潮州大臣它都不敢查 害怕得罪人 不得罪那些关系硬的 我还怎么死 秦银 你去把曹玉衙门的名单整理好 有背景和没背景分别列出来 是 还以为老爷 聪明啊 把有背景的和没背景的分开 这样一来 咱就不会抓错人了 这个精妙啊 就抓没背景的 没背景的好欺负 这是曹玉衙门的任职名单 有九成都是有背景有身份的 只有一成是没有背景没有谁 曹玉衙门 凡是有身份有背景的 全部记得 傻 你说还有背景的老爷 你也是疯了吧 老爷 我昨天晚上把腰删了一下 我想听个讲 我还是挺突然的 肚子八成啊 吃坏了 不是老爷 你就抓有背景的 不怕把他们都得罪了 本县令就不怕得罪人 明日就去曹玉衙门 抓人 叫 严县令 你个区区酒品也有资格 来见曹大人 谁说我是来白见 我是来查案 查案 有 你个区区酒品也有资格 谁敢查曹大人 曹大人正在和郑北王聊天 实相的 赶紧滚 老爷 咱还是走吧 郑北王咱惹不起啊 是啊 要不开始 曹大人可是郑北王的舅舅 郑北王手握三十万大军 从三十地下建了 也得礼让三分 老爷 郑北王在 咱要是进去的话 恐怕一百个脑袋也不够卡 那我给你 听到了吗 赶紧滚 区区一个酒品代仙令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调查我们曹大人 不是铁骨蒸蒸吗 还真是个怂货 谁给你的勇气 还敢带人来 咱们把这水水的 别看 你好大 你曹大人就弄了 你都敢杀 我这个贵贵 老爷 你说你抓人就抓人吧 你也分不着杀人吧 曹运使知道了 张公主都保不了你 你真冲动了 我真服你了 无等封命调查税营案 若有阻碍 杀 上 曹大人 小子给你当心做马 求你放过我妻子吧 曹大人 我老婆已经有了身份 哎呀 别拽 老子看上你们老婆 是你们的油香 谁给你乱狗叫 都多吹了位鱼 这是每一副 没有人 来呀 把他们衣服都给我扒光 老子你偏要一楼 吸尽放 毛韵阳们 曹大人可在啊 严信令吧 其他人全部退下 查你的查到 本大人逃不上了 严信令 你好大人关威呀 奉长公主之命 前来调查税营失踪 查税营失踪 何会找这么好事 当时怀疑 税营失踪和曹运阳门 你靠谈谈谈 就凭你 你敢诬蔑我们 曹运阳门 曹大人 我这里有一份名册 记录了所有口语 大人 不妨看过之后才是 连信令 准备的还真充分 不过很不巧 测试到这些人 他回家探亲了 等他什么时候回来 再说佩克你调查了事吧 不蛋 大也不必这种麻烦 这车子上有一个人 现在就能够死 谁呀 谁呀 你说大人一定能够找 只不过 把他干了找不到 那就不好说了 这人 就是曹大人 哇 哈哈哈哈 你生什么东西 该抓我 你是不是以为你更当了个酒品 带现令 就是听见大马来的 把这狗怪骨带回衙门去 你背后可是真被忘了 你敢管我 我管你背后是谁 那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你也得给我回衙门去 我可是当今真被忘了 请救救 母娘我干嘛中手 你活腻了 且不说这睡影失踪 单凭你强强民女这一点 就足够本钱做你回去了 呸 别想想了 大些令 敢来管本大人 要是当今这美王在此 就算你有十个脑袋也不好看 那还真是可惜了 我巴不得他在呢 要不然我早就可以回二十一世纪 帅导 走 你们快回家吧 谢谢 谢谢 愣着 翻译通识 这言的 你没有证据就敢提升本官 是超级立法为何物 区区一个九匹县 竟敢抓曹大 今天弱势 放人 就怕凭着衙门 以为是 去 人本行狗滚出来 快 是 睡影在哪 他就不知道什么叫睡影 看来你是不打算说的 欣然如此 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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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放人吧要不然会死人啊 没言呢 你把我抓来的又能怎么样 你还不是累乖乖的把我给放啊 哈哈哈哈 不见 啥 这被王府管家里头不见啊 我说不见就不见 让他跪下 你干 是你还 是你还 是 是 老爷 你不能因为替掌公主办事 你就不顾郑北王的面子啊 老爷这是怎么了 他就没想到 得罪了郑北王 谁也救不了他 老虎 陈林 小帅 你们三个 去门口 堵住郑北王府 是 你还问心呢 还没滚出来见我 你严谦令正在提侍犯人 不方便见人 说什么 不知道我是谁吗 要问您还是先请回吧 来人 去请郑北王口语 是 三个 给我挡着 后边 我最后再问你 朝廷的睡衣照 这也呢 他人也在最后说一遍 不知道 不说是吧 啊 什么呀呢 该不赶快把人给我放了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 我不是说谁都不见了 老爷 他有这美王口 与我们拦不住 自此前来 是带着正美王口语来的 门正美王口语 如同正美王亲临 行的 还不赶快下来跪下 言文心 你下来跪下 给我磕一百个响头 我或许可以考虑 让你做我的看门狗 哈哈 死人 逃笑 公堂 我拖下去 打二十大板 你敢 你敢愣着干什么 快救我 姓男的 无此胆大抱天 现在我就回赠北王府 秦王子 当死吧 走 你们要是麻六爹弄死了 事情也不至于搞这么麻烦吧 是真的 不是这么的水尸温顿 很嘴硬 曹兵安 你招还是不招啊 是 不招 就是不招 那就给我继续打 正美王子到 这人呐 王子到了 你还不跪下 孟姓 真美王子代表皇室重庆 皇室的指引 你又敢不听啊 你快先来跪下 本县 重庆 老爷 真是王子 跪下 这位我的王子 从来没人敢不见 老爷 你别想不开 姓杨的 看来 你是真不要命 这公同之外 我对的是黎明百姓 公同之上 我对的是悠悠上天 公同之内 我对的是这身官宗 对的是朝廷任命 对的是大厦律法 我严文心不愧于心 又何惧我心 好 从龙马也没有人敢拒接王子 你当然 这杀了 让龙马飞尸 走 我今天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是招 还是不招 我就是不招 我怎么样 不招好 不招 本性就让你传上 什么叫做 二十一世纪 哎哎哎 你看他 你要干什么 你这样是就不懂 本官 王爷就不会饶你 那么多岛国变态综艺 我可不是白看的 今天老子就让你这个老东西 好好感受一下 未来世界的趣味 这天气这么热 让曹大人凉快凉快 谢谢 你若有事情 不顾我朝律法 本大人军军不会饶过你 咱这可比辣椒水残忍多了 对对对对 还有盐和辣椒水 给他入入味 谢谢 你这种区别成长啊 啊 有什么问题吗 有 有 有 说说看 我不会拥有 不会拥有你招吧 老子就这么招 那没办法了 不过嘛 这才刚刚开始 本性有的是办法让你招 盐献您办案够语 这该有的手段 到底都有啊 嘿嘿 那也是这姓曹的活该 为非做的了这么多年 也该有个人治 哎哎 老兄 这水里边还能再加点料过 去去去 这烦着 哎 让他说 兄弟 加点什么 加大粪 大粪好啊 这滋养了花草树木 哎 你去搞点大粪 浇到他头上去 哦 稍微 哦 你要不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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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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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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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得 那个 啊 你 你跟谁呀 这是什么的 好 はい 是什么都 杀了没 还没有 他还能骂你呢 我又给他加了点调料 老爷 咱们得赶紧查出点什么来 不然这边玩了咱们都得玩 老爷啊 这姓曹的意识不少也不是个办法 要不这样 先把他给放 咱得提示一些别的义饭 不能放 这样 十八般酷刑都给他来一遍 你要这么整 他就剩半条命了 只剩半条命不行 给他来两遍 那我去好好伺候送他 谁啊这么大挣扎 应该是这么多了 这么多 我就紧突然的 肚子疼我继续入个字啊 我陪着 你要降厕所我还能捞你 这两人 颜文青 怎么了 拿去 对 我来压弱我 我来讲 女子能有这般身手 还不错 我府上也该有这么个小妾了吧 那就让末将 替王爷拿下的 别那么粗鲁嘛 林先生 林先生 你先走 秦银 退下 就是你 抓了本王的旧父 我那旧父 围观向来轻振连捡 对待百姓 更是势如己出 这么好的官 你为什么要抓他 好官 他和这两个字完全不沾边 这位王 那曹平安什么德性 你当真不知 你真以为 你能抵住天下悠悠众 这又何难 王爷 这小子对你舅舅用了重心 严问兴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敢公然违背朝廷法令 滥用私刑 这上了公堂可就没私刑 这一说了 啊 况且 这曹平安能有今天 完全就是因为他咎由自取 一派胡言 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就敢对朝廷命光用心 本王代表皇室宗亲 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我一心为 无愧意习 想杀我 快来 快 别废话 好一个无愧意习 那本王就成全你 小王兔主导 老爷 我们帮你把旧兵搬来了 我谢谢你 郑北王 你不好好在边关树上 来这小地方坐下 这个狗官抓了本王的旧父 还对其滥用私刑 只怕本王再晚来一步 就只能给我家人收尸了 滥用私刑 严县令 可有此事啊 而且不止一种 郑北王 严县令用刑 一定是掌握了证据 郑公主 我可没证据 他还没招呢 招了 好平安他 糟了 我谢谢你们 曹平安 你是否贪污了朝中税营 那那些税营现在在何处 舅父 舅父 你是被驱打成招的 你怎么会知道税营在哪呢 舅父 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 你告诉本王 本王一定替你做主 这北王你干什么 这个狗官害我家人 要让他尝密 刚刚是他自己招的 你没听见吗 招 这你在哪 睡盈在哪 言问心 你不要以为 驱打今朝忘家醉 就可以满天过海 今天的睡盈 找到欢泽罢了 否则 本王就在这 公堂之上 活活挂了你 睡盈在哪 鬼才知道 现在总没人能救我 可以安心死了 看来我言问心 今日难逃一死 既然又如此 就由我一人 来承担这所缘 好 王爷且慢 王爷 可否再给五短一天时间寻找 做天亮之事 没能找到睡盈 随方也处置 你刚说什么 把你刚说过的话 再重复一遍 做天亮之事 没能找到睡盈 五短 随方也处置 王爷 一点时间太久了 好 那本王 就再给你一天时间 明天天亮之前 如果睡盈找不到 这言问心 死不足息 至于你嘛 可所以本王 回去做个小妾吧 好 咱们来曹福干嘛呀 找线索 咱们必须找到藏睡盈的线索 在天亮之前 找到别带回去 要不然 免现令凶多急上 可这曹平安一死 咱也不知道 睡盈藏在哪呀 所以咱们必须找到 藏睡盈的线索 现在分开寻找 试试 他 立屋外屋找遍了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我 我有线索 那小子有十五个卧室 除了渡多还是渡多 比我还有情趣 真没有吗 坐 坐坐坐 我刚刚从那个柜子里 搜出一些纸 不知道有用没有 你看 我操 这个大贪官 竟然买了这么多房子 还都是京城的 咱们来一套房子都买不起呀 这地气也不少呀 永安县三分之二的田地都是它的 这房积的位置 是在城西的郊区吧 我看看 对 我就住那城西的郊区 狗都不去那地儿 看来 曹平安是被骗了 就难买了这么偏僻的地方 我该他被骗 走 去看看 啊 这么多学员 你能把最新楼摆下来吗 啥呀 这是睡音 你敢打 睡音找到了 男人就有救了 我们赶紧回去叫人 把印子搬走 什么人 居然 这里 给我拿着他们 好 但是人太多了 我们都是对手 他们还是搬做兵吧 是啊 来不及了 你们留在这里 他们会把孙人全部带走 我留在这里 你们去帮救兵 是你一个人留在这很危险 就老人要紧 快走 别等着 别等着我 等着我 等着我 这是大虾的水 儿童 汤污水 该死 该死 水要不会发现 谁知道是我们汤污的 这么漂亮的美人 当鲁头真是委屈你了呀 这样 你给我做丫鬟 我可以饶你 休想 多么漂亮的脸蛋啊 有本事 你就杀了我 杀了你 杀了你多可惜啊 可我要慢慢的品尝 哼哼 嗯 大人 天快亮了 慌什么 本大人一注相解释 好 我们来了 好 我们来了 我把他们全给我抓起来 这北方很头大 你带 根本奈何不了我 闭嘴吗你 老虎 人在这里看着睡眼 老邱老张 跟我回去就联系里 是 天亮了吧 严问心 本王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招 嗯 终于天亮 嗯 记住 下辈子别惹你不该惹的人 能不能废话 看 看世界 黄佩之中 啊 老邱 那呀 找到了 睡衣找到了 老邱 睡衣就藏在何西的宅院中 好多银子 郑北王 如今睡衣已经找到 你还想动手不成 既如此 本王且饶你一命 别饶我哥 乃哥 求你了哥 我都差你救护我了 此案牵涉官员众多 关系盘根错杂 就连本公主也要小心办案 你竟然真能在一日内破获此案 看来本公主没有看错人 公主 也没那么麻烦 传令下去 所有和睡衣有关的人 全部抓走 一日出阵 杀那么多人 你不怕这出麻烦 你们知道 他们背后势力有多强大 不把他们背后的人全都罪了 我还怎么死啊 为了百姓 我颜问心这条命 又算得了什么 说得好 这是本公主的令牌 有了她 没有人干为难 如今曹平安已死 本公主会立刻禀明陛下 让你暂时兼任曹运使 任命书和官服 稍后会送到你这里来 公主 之前说 我只要办了三个案子 就可以许个心愿 没错 那就好 我许愿让女帝嫁给我 女帝一定会杀了我吧 也算是我最后一道保险了 睡衣既然都已经找到了 你便去何夕守着睡衣吧 为什么是我 因为 整个永安县 本公主只相信你 不会贪污睡衣 睡衣 睡衣多哪儿啊 我这个不认 哎呀 这么多钱我们拿一两个就好了啊 因为这五百万两睡衣 可是卡了上百颗脑袋了 他五五百万两就砍头百人 那我要是全弹了 岂不是 必死无疑了 你行吧 嗯 帮我一个忙 把这些人的全搬到咱俩那去 老爷 你不会准备 这么多睡衣 咱们拿一点 也不是不合理的吗 老爷 你准备拿多少 全部 全放到屋子去 这你就过分了 这可死罪 就一个让你搬你酒吧 老公的话 快 第一次 搬运银子泪到屋 咱们把这银子掏空了 明天天女一来 你不是穿帮了吧 我说的也是 这样 你们把这些箱子里 装满石头和大粪 好 老爷 你疯了吧 我再放你了 我 这箱子明天陛下亲自检查的 看我说的做就行 明天女帝打开箱子 一定会记得八宝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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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哎呦 哎呦 长龙哥 就算你不想杀我 这皇帝立下 终得把我杀了 哈哈 现在 终于可以死了 哎呦 不必安全将睡银送往京城户部 哦 他一个小小的狗屁县令 也敢坏本王的大事 王老爷 这五百万两岁人 对我们之后的计划 废话 我还不知道那银子的重要性吗 王爷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本王在进军里 安插了一枚棋子 现在只能提前启用了 还得是王爷 你立刻带三百骑兵 假扮劫匪 去把银子给本王劫回来 诺 属于本王的东西 你们谁也别想拿走 哎呦 这个咋扮演发现了 他真是死罪耶 对不对 老虎快快快快把老爷找起来快快快 哎无妨 严县令老虎功高 本公主请你去 完了 严县令 严县令 啊 谁呀 你大早这么让不让人睡觉 先过着 严县令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永安县县令 严问心 在短短一日内查出税银案 且保护好五百万两税银 特加封为曹运史 赏金百两 紫绫罗绸缎白痞 金子 谢陛下 吾火万岁万岁万万岁 嘿嘿嘿嘿 老爷 你看看你你也真是 你怎么把修缮衙 衙门的银子放身上了 这不是 这不是那 这原来是修缮衙门的银子 本公主还以为是睡银啊 大公主啊 怎么可能是睡银啊 老爷一直是清官 清官 说的没错 本公主相信 就算全天下的人都贪污 严县令也不会贪污 这不是 严县令为人 两袖清风 国事无双 本公主 无条件的相信 公主 严县令 你有所不知 朝廷上的许多官员 他们搜刮明纸明膏 就连家里的床上都摆满了银子 若是他们有严县令一半的青年爱你 我大夏何愁不幸啊 你 成了 獅物 公主 原以为你一心未明了 秀清风 没想到 铁骨真正的沿线令居然也是个大贪官 看你是为了贪污 才假借名号铲除一击 来人 温馨给我拿下 长公主 沿线为铁骨真正 他这么做 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是 老爷他参与的那个修议 就是为了做出他 也罢 看在你连破两件答案 你现在立刻出去追上禁军 将这些顺银归合 本公主便肯饶你 多谢长公主 长公主 固执贪污了一部分 他是贪污所有的水银 后院之中堆满了大量的白银 言温馨 公主原以为你是个大贪致 没想到请做出如此大贪致 盐温馨给我压下去 斩 长公主 英明 严县令 您这颗脑袋 还得我来砍啊 大哥 受累了 大公主 老爷他一时糊涂啊 是啊 还一分都没动 老爷他只是 水银的搬运工 老爷绝不是贪污腐败之人 他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长公主 严信连连死都不怕的人 怎么会贪污是严 此案一定有问题 请容我查明 查明 神证物证据在还有什么好查的 天子犯法 与庶民融罪 他言问心犯了法 就该依法处置 他令本公主 很失望 他令永安县的百姓很失望 他还有什么要说的 还没有别的话说 一心想了求死 一心求死 他既然帮本公主查案 本公主 就亲自斩了他 长公主 他到底是 休要为他求情 长公主 长公主 发生什么事 有人 接总书言 属下功能 未能保住 小董事 你怎么就料到永远要结婶 你也不信 你没有你事万公主错怪 十人一道 站 当下留人 大哥 别停啊 快继续 大猫猫来了 我得停啊 放人 再一张公主 又来 我谢谢你们 如果不是严县令高瞻远主 恐怕睡淫这会儿已经被人劫走了 严县令真是料事如谁啊 严县令 之前都是本公主错怪 这样吧 为了表达本公主的歉意 你可以许一个心愿 本公主都可以满足 都可以满足 当然 半个 受累 看了我 看来严县令还是不肯原谅我 既然如此 请受本公主一拜 不是公主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老爷 你真是 决定聪明啊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有人会结婶营 所以提前把婶营藏起来了 老爷啊 你太不够意思了 你不早点说 害得我们 你真担心 我就知道 老爷是不会贪污的 老爷 我就知道你不会贪污 从今以后 你就是从我老婆的房间里走出来 我王老胡 相信你是清白的 清白的 严县令 从今天起 本公主对你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犹疑 麻了 到底是哪个没屁眼的家伙 结了睡营 严县令 本公主之前错怪了你 对你都有冒法 还望严县令 不怪 长公主说笑了 只是这次结睡营之人 竟对睡营的押韵路线如此熟悉 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纵 长公主 如果我抓到这些抢睡营的人 那我是不是算完成第三件事 死人敢对禁军出手 想必幕后黑手的身份地位 一定非同寻常 你若是继续查下去 还是要粉身碎骨 为了朝廷 为了百姓 我言问心 自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严县令 你博士无双 乃我大侠不可多得之人才 不如这样 你且随我回京城 本公主亲自向陛下秦旨赏赐赐你 这样 他们也不敢轻易对你出手 去京城 那地方可都是大关 随便惹一个 就能弄死我了吧 好 王爷 五百万两税银 已全部带回 干得不错 本王重重有赏 谢王爷 王爷 那个严问心 你有点厉害呀 要是他亲自调查 他一个狗屁先令 赶来我的王府 我就算杀了他 女帝和长公主 也不敢怎么样 华爷应变 属于本王的东西 你们也 你确定这是睡淫 千真万确 这是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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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千真万确 我让你千真万确 严问卿 本王一定清 想不到这金钱竟然如此 那是自然 今天是中秋 每年的中秋都很热 不过你因为睡淫一案 得罪了金中不少人 今晚千万不要出去花天酒地 否则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杀身之祸 我不就是笨这个来的吗 放心 我严问心 只知花天酒地的人 今夜你好生休息 等明日上朝 我再带你验射 好不容易来一趟金晨 一定要吃好喝好 我请客啊 哈哈 嗯老爷 不好意思 好 小娘 吃 那我不客气了啊 哈哈 别关顾着吃嘛 来来来来 有香料 我不 哎 嗯 亲眼 好容易来一趟金晨 又没什么大案子可查 别那么紧绷啊 一起来喝一下 难道 严心令想帮我灌醉 然后趁机 对我做什么 这才对嘛 来来来 来来来 走一个 走一个 谢谢老爷 我们先走了 哥几个慢走啊 来 走走走 嗯 这样 老小爷 亲爷 亲爷 嗯 哎呀 嗯 嗯 嗯 哎呀 言线令果然是想要 待会儿你要不要主政点 好好休息 不把你们灌醉 我怎么出去送人头 我想错了 言线令是正名君子 怎么会趁人之危 早知道刚才我就应该醒过来 假装醉酒 兄弟啊 游西湖有什么规矩 啊 这游西湖啊 就是才子跟家人 共成花船 于西湖上游行 当然 得双方忠义彼此 选择彼此才行啊 那不就是相亲吗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那没意思 走走走 那不长公主吗 他怎么来了 长公主身份尊贵 谁敢跟他共游西湖啊 听说早些年 跟长公主施爱的人 全被长公主给你杀了 对这种事 看来我的机会来了 长公主 不是叫你别出来吗 怎么好出来了 快回去 不必紧张 有长公主在 有谁敢当着你的面来欺负我 说的也是 怎么 颜大人怎么来这西湖便了 难道也想业游这西湖 难道颜大人有心仪之人了 没错 是谁啊 说出来 说不定一本公主 还能帮你提亲呢 我在期望什么 她是县令 还是曹润史 我 只是一个捕快而已 这人连长公主都敢调戏 不要命了 你可知 曾有数百男子曾向我表白 其中不乏才华横溢者 大将之才者 皆死于我剑下 你哪来的勇气向本公主表白 本公主护着你 不过是看你有才 并不是因为嫌疑 现在 本公主给你一次重说的机会 为什么 我无所委屈 那本公主就给你个钱 什么 上公主竟然答应她了 啊 还愣着干嘛 不是要跟我同游西湖吗 走啊 这怎么可能吧 这 不是吧 这都行 扫灭啊 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众心提升 谢陛下 正在经中听闻 严县令不畏生死 铁骨铮铮 一心未鸣 此难我大下之表率 严县令 尚请听风 五位臣 陛下 请同面受心 在永安县无缘无故杀害五儿 还请陛下为老臣做主啊 严县令 何有此事 陛下 请听我解释 五儿惨死在此人手中证据确凿 难道长公主殿下 无使陛下亲定的律法 保他一个小小的签令吗 此事本就是你儿子做的不对 本公主只是替严县令解释 丞相如此咄咄逼人 是何居心 陛下 严县令不光杀害五儿 还肆意杀害掉不少 为朝廷尽行尽力的要臣 长公主殿下 如此保他 无使我朝律法 以后 天下人 谁还将律法放在眼里 严县令 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为陛下 臣确实杀了他儿子 也确实杀了不少官员 陛下 严县令杀得没错 丞相的儿子当众包庇腰道坑害孩童 还欲将知情人士杀了灭口 而那些官员 也都是贪污税赢一案的罪人 就会做个任何余举之事 还望陛下 明见 我优格屁 我就是想让他跑了 如此说来 严县令是没有杀错人 可是 难道丞相是觉得朕说错了 不敢 此事朕就不再追究了 若儿等还是不依不染 那朕就要彻查几事 臣 钻止 严县令先铺猫腰案 后解决顺影一案 显料事如神 还保护好了五百万顺影 朕决定封你为 启禀陛下 边方告急 边方告急 匈奴来犯 不出三人 已经攻下十三万 如今已在龙虎城外 什么 匈奴竟杀了我龙虎城外 郑北王呢 郑北王不是在驻守边关吗 那匈奴童轻而易举 他就杀起来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兵陛下 匈奴进攻之时 臣内并无郑北军提到 据说郑北王身体抱殃 臣军守在城中 已有数日 岂有此理 郑堂正北王 偏偏这个时候身体抱 摆明了就是不肯处理 陛下 匈奴大肆来犯 和我这元首将 已被匈奴诛杀 还请陛下下令 令则两将 迎战迅务 诸位爱卿 谁愿挂帅出征 陛下 臣确有驱底的心 本来公关不如目 还请陛下令则两帅 满朝文火 仅无一人敢挂帅 这样 若是谁能击退匈奴大军 那朕 就将找公主许配 战场上刀工剑 岂不是更容易被弄死 这我得去啊 陛下 臣愿挂帅出征 臣愿挂帅出征 你 没错 实军之路 单军之忧 这文武百官不愿挂帅出征 我愿啊 说的冠军堂皇 你就是为了迎娶长公主才去的吧 臣就是要建功立业 凯旋而归 迎娶长公主 臣陛下臣确呢 他居然愿意为了我 挂帅出征 难道 他真的喜欢我 既然如此 我绝对不会让你出事 严问行 挂帅出征 久死一生 若你最后死在了战场 依旧取不到五妹 你还愿去否 陛下 直截沙场 会国死 何须马隔骨失还 我严问心 纵死不回 好 好一个解骨铮铮 严问心 都看看 这才是我大厦 该有的文人风骨 朕封你为兵马大元帅 统领边关一切将 抵御凶 若你能大胜而归 朕定当 亲自为你主婚 臣 尊致 若宣 臣赞 边关副将由你挑选 且由你作为监军 为兵马大元帅 押韵娘草自重 臣尊致 自应 严爱卿 一定要驱逐外景 开旋而归 诺 退朝 五皇五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倒是聪明 自以为接了大摄印 我就动不了你了 本来我还想着要亲自为我而报处许恨 现在看来 你怕是要死在匈奴人的手 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 你要是给力点 我至于这么麻烦吗 你 压尖嘴力 很像就等着看你如何被匈奴人 无马飞驰吧 老爷 你的总理当什么官了 兵马大元帅 什么 随我出征 子兄能 走 长公主 这个颜回金 什么兵法也不懂 他肯定是来镀金的 请长公主回去 起奏陛下 收回成命 刘副将所言极是 他一个县令 没有打过仗 完全是为了我 才答应陛下挂帅出征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送死 刘副将 在 城外西边有一座山头 你去挑选一些士兵 假扮山匪 并且放出山匪图村的消息 他若是连剿匪都不敢 本公主便有理由 罢出他的元帅之位 让他回京 属下听命 老爷啊 不是我说你 你好端端的 大什么兵马 大元帅呀你 是啊 你查案确实有点东西 但这个发号实力 带兵作战 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 老爷 来抓紧时间跑路吧 我听说那匈奴啊 得恐怖 啥人也都不打一下 这样最后 只要能把我弄死就行了 歪 提兵元帅 属下有话要讲 说 元帅 城西黑虎山上有一帮土匪 平日的打家劫舍 无恶不做 请元帅出兵 剿灭土匪 土匪 没想到还没去宾馆 就来了这么好一个机会 天马上就黑了 我得赶在天黑之前 找到那帮土匪 能不能为二十一时间 就看他们 老爷 你这是 老爷 你来摔这事 好路了 肯定是个懦夫 我就知道他是过来镀金的 就知道他能有什么勇气 抵抗匈奴呢 拜见长公主 不知道长公主找我何事 边关副将不信言温馨 我便让人在城西黑虎山上 假扮土匪 只是 我怕军中之人会伤到他 所以想让你装作土匪头子 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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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太不仗义了啊 你要跑路 叫我们三个一起跑啊 对 谁也不想去宋慈 都想 来来问我的过日子 老爷 你是不是走错路了你 没走错 就这条路 老爷 你搞错 这哪是回家的路 这是 这是去黑虎山的 谁说我要跑路了 我是要去剿匪 你个乖乖 你疯了 你剿匪 你那个冷冷呀 我挺突然的 我有点闹肚子 我刚好跑太快闪到腰了 我跟你去 没事 我自己去 干啥呢 你们忍心让老爷自己去送死吗 你是政府 走 回去办牛饼 对 回去找人 大胆 尽管擅船黑虎帮的地 而等山匪 为祸一方 无言问心 将肃清而等 来吧 这 船都不一样啊 开心 笑唬笑唬他 你好大的胆子 见了我们黑虎帮还不跑 不怕我们喝你的血治你的肉吗 怕 无言问心就没怕过任何人 你肯定不是一个人来的 说吧 带了多少兵吗 对付你们还需要带多少兵吗 废话少说 赶紧动手 只身一人就敢闯入我黑虎帮 今天要不杀了你 传出去 我黑虎帮还怎么换 儿子身为大下 却落草为寇 祸害大下 无言问心 为您剿匪 死人无恨 虽然没有领兵打过仗 但如此忠勇之才 当为我大下之表率 如果他真能够活着回来 那本公主就嫁给你 是怎么当上了她的 能不能准点 你说再往前走一步 射穿的 就是你的脑袋 来吧 这下怎么至于射片了吧 终于死了 没想到这个严大严帅 这么勇猛 只身一人敢去剿匪 先前是我看走了眼啊 不过放心 以后 我只听严大帅 回来了 回来了 又他妈没死成 他们三个紧着客 送路吗 我已经死了 对 我死了 我呀 我呀 你得好好感谢我们 不然你早没命了 对 老爷 你要好好的 谢谢我们 不是你大爷 不是你大爷 不是你全家 哎 老爷 你感谢我们就行了 我们全家没出力 那大爷给我们出力啊 嗯 上我 上我进去 是 走开 我三人 割我 王爷 女帝策封杨文心 被兵马大元帅 抗拒凶男 什么 颜文心还没死啊 京城那帮人是干什么 吃 王爷 匈奴使者去见 匈奴 让他进来 是 拜见郑北王 我和你匈奴 向来水火不容 你给我带这些礼物 什么意思啊 我王想和郑北王 您合作 合作 我王想借到 直取京城 捉拿女故 事成之后 我王愿意和王爷您 平分天下 我还听说 这次女帝 派了个没用的 白面书生挂帅 只要王爷您不阻止 要得到这天下 还不一无凡长 来人哪 传我命令 收兵 让道 是 大元帅 匈奴忌惮正北王 一直不敢动手 今天有多少兵马 十万 我们呢 现在只能集掉三万 而且匈奴粮草充足 我们刚集掉三万兵马 粮草自重 三日后才能到达 三万打十万 这不是必死吗 而且还能有足够多的粮草武器 三万打十万 优势在我 传我军力 主动出击 大元帅 对方可是十万精兵 我们现在出击 无疑是送死啊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死守龙虎城 靠干他们的粮草 袁温馨 你虽汉不畏死 但礼兵作战场就勃略 你不能一味无脑冲锋 我是不是逼吗 大元帅 是啊 我的话是不是决定 传我命 生活做饭 今晚夜席匈奴大本营 这元帅 这 这是送死啊元帅 死乃 追命 是 大王喝酒 大王 已经谈好了 郑北王果然有造反之心 好 传我军令 整顿兵马 留下五千人镇守大营 其他人马全部派出 死去京城 万万不可 若此时敌军来放我大本营 恐怕会 这次大厦派来的元帅 以前是个宪令 听说他是为了迎娶 长公主 才敢挂帅出征 这样的人 不足为据 留下五千人马 足矣 原来如此 属下这就安排 长公主 言文心态冲动 三万将士 根本不可能打得过 十万匈奴精锐 没几 他这简直就去送死 事到如今 已经无法挽回了 黑白双杀 你二人留下 镇守大本营 长公主 你不能以身在心 他一宪令都去 本公主为何不能 小公主 你真敢主動發起進攻啊 有何不敢 你要是不服了好 希望你把我看 你竟敢羞辱斷狼 找死 什麼 你說你們匈奴大軍 只有五千人 要殺就殺 早跟老子廢話 大元帥英明神武 末將佩服 怪不得你執意主動出擊殺象匈奴大本營 原來你早就料到他們防禦薄弱 老爺 我以前怎麼沒有想到你 如此亮視如神呢 以後誰再說老爺不會打仗 我就跟誰急 我會打個屁的仗 誰知道這種情況正好讓我給撞起了 你們這群警笛之娃 抓到我又能怎樣 我匈奴大軍早就攻擊了中原 你說什麼 還是來晚了 我讓他們做那頓飯幹什麼 浪費的可都是老子的時間 你們匈奴打入中原又能如何 我們可以截斷你們糧草 到時候和京城的進軍 前後夾擊 我怕你們無處可逃吧 不 我們現在就殺回去 可是玄帥 是 匈奴個個都是精銳 我們現在追過去 恐怕會引起大軍的注意 我是袁帥你是袁帥 隨我殺回去 是 提兵殿下 匈奴大軍已抵達京城外 不日便要攻城 什麼 匈奴大軍下來了 嚴外心不是去抗擊匈奴了嗎 匈奴大軍來了路上 沒有發現任何軍隊 這可如何是好 僅憑京城中的進軍 怎麼可能擋得住匈奴 這個嚴外心 要不是他 我們怎會如此被動 朕相信嚴外心 陛下 直到如今您難得還相信這個小人嗎 他一定是貪生怕死 帶著軍隊逃走了 該死的嚴外心 我們可被他害死了 當初怎麼就選他做了大元帥 陛下 依我看 咱們投降吧 閉嘴 滿朝文武 當初要是有一個人才站出來 就快選他吧 誰要是再向胡言亂語講亂投心 認定展規 到 启兵陛下 兵馬大元帥嚴文欣回來了 我 快去 宣兵馬大元帥禁殿 吳皇 萬歲萬歲 萬萬歲 愛情挺身 騰相這是做什麼 他身為兵馬大元帥 在戰場上臨陣退縮 這匈奴殺入京都危機皇室安危 你該當何罪 沒錯 京城磊陷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你們胡說什麼呢 匈奴已經降了 什麼 投降了 叫你的投降了 陛下請看 這是誰 拜見大下女帝 匈奴王 這 到底怎麼回事 回禀陛下 嚴元帥 嚴元帥有勇有謀 主動率兵出擊 指導黃龍 升情匈奴王 逼降巴頓 既有此事 嚴元帥 既然如此勇猛 真乃 真乃我大下的動樑之才 不愧為陛下侵典的大元帥 果然是無腹眾望 啊 不可能 他就是一小小的劍链 哪裡有如此膽量 臣相 還不快把劍放下 匈奴王 我大下與你匈奴向來井水不犯何事 如今你殺我大下 只能占我大下領地干擦不罪 陛下 我等願對大下俯首稱臣年年納功 你求陛下 饒我等不死 如此狼子野心之輩 還想做我大下之臣子 朕喜會心安 壓下去 直接照杀 陛下 陛下造兵了 陛下 陛下 愛卿挺在數日之內 就解決了匈奴之大患 我大下有你這樣的才子 朕安心多了 朕決定 親自主持你和長公主的婚禮 這都什麼事啊 謝陛下 退場 北婚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黃姐 從匈奴的地盤來京城 能走的只有兩條路 而匈奴走的正是鎮北王所助手的那條 我懷疑鎮北王私通外敵 朕知道 包括上次睡營被劫 也是他一手策劃的 你知道 那為何 為何不說也不做是嗎 倘若有天朕和他撕破臉 恐怕殃及的不僅僅是朕的江山 還有著天下黎明百姓 朕被王庸兵自重 還是前朝留下來的問題 這些年朕一直在找人制衡他一樣 卻苦於沒有良才 如今有了言問心 朕才看到了一些轉奇 死人乃大才啊 或許他能幫朕對付正平王 他本事確實很強 朕把你許配給他 你可怨朕 不怨 看來你也喜歡他 才子佳人郎才女貌 下去準備吧 滿朝文武啊 朕能夠依靠的只有言問心了 希望他可以和若萱順利完婚 皇爺 出事了 幹什麼慌慌張張的 言問心死了嗎 不是 匈奴王被抓了 什麼 什麼 那言問心實在要你 他親率三萬大俠軍隊 直取匈奴大本領 那匈奴王派了九萬五偷襲京城 大本領空虛 被言為心逮了個正招 這幫廢物 王爺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女帝 一定會懷疑是我放她們過去的 一旦她回過山來 從各地調兵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馬上派人靜靜 混到丞相身邊 拿到京城部放毒 這次本王 這次本王 只能親自拿回帝位了 我愛的只有一個人 我可不想留在這個世界 若是逃婚的話 就是打了皇清貴族的臉 女帝還不得殺了我 老爺 趕緊換上新郎服 我接近的隊伍馬上到了 對呀 嘿嘿嘿 幹啥呢 提心媳婦呢 嘿嘿 取什麼取 跑路來 老爺吃錯藥了吧 掌控肚子都不要 老爺都跑了 咱們怎麼辦 這孩子怎麼辦 跟老爺一起跑啊 要是女帝成親了 得看頭 跑了跑了 想不到這小小的謝令 居然能娶到長公主 爹 要不我也去做個謝令吧 就算他娶了長公主 這照樣孟子的 皇上駕到 他謝禮家 眾親平身 謝禮家 有請新娘 長公主 哎 他是真龍之姿 我只不過是 用完線的一個小小骨頭 論身份 根本配不上他 可我 為什麼會難過 雖然我喜歡他 但是 我配不上他 不過 就算你迎娶了長公主 我也會繼續保護你 這是我的承諾 有請新郎 有請新郎 顏未欣 有請新郎 顏未欣 有請新郎 顏未欣 難道他是因為 說什麼 顏未欣 他逃了 顏未欣 陛下 顏未欣 以大婚至日逃婚 是根本能將陛下您 放在眼裡 沒錯 這可是陛下您親自賜婚 而且迎娶的還是尊規的長公主 如今他逃婚了 簡直是把皇室的臉面 踩在了地上 還請陛下下令 誅殺顏未欣 請陛下下令 好你跟顏未欣 正待他不跑 甚至將自己的親妹妹去變 想到他居然逃婚 岂有此理 來人 等一下 陛下 我相信顏未欣 絕不是復興之人 他會這麼做 一定是有他的苦衷 請陛下 轉運我一日的時間 我會吵到他 親自問個清楚 就算他有天大的理由 也不該在今日逃婚 黃姐 也罷 那朕就給你一日的時間 他給我找回來 多謝陛下 老爺 你要是被抓回去 可就殺不得 對 對呀 老爺 大爺也忒大人 這人了 找不到那混事 你都敢逃 咱現在回去解釋解釋 管不管用 我說你不殺 犯下死罪的可是我 而且跑到這兒 差不多了 再跑就 跑遠了 我怕他們找不到 耽誤我時間送死 只有兩天了 我得趕緊死 這不是王副將嗎 他怎麼來那麼偏的地方 你可能不知道啊 朝中顯貴要是做一些 見不得人的事 肯定要避開他人視線 這馬車裡的人啊 肯定身份很尊貴 這是我家王爺親自為您挑選的 不錯 不錯 王爺 有心了啊 聖相 這朝中小人眾多 難免會有流言蜚語針對我家王爺 到時 還請您替我家王爺多美言幾句啊 好說 好說 王副將 還有詩 沒有了沒有了 大屬下就不打擾丞相美事 告辭 大屬下就不打擾丞相美事 告辭 哎 哎 幹什麼就 幹他 怎麼這樣大人 你可真是比年輕人還要見仗呢 哈哈哈哈 待會兒你們倆可一定要跟本相來個二龍西豬哦 哈哈哈哈哈哈 四龍西豬也不是不容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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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這個王八蛋 你們想幹什麼你們 兄弟們 把他綁起來 讓咱們的成相大人好好體驗一下主題的木 叶文贤你别乱来啊你 叶文贤我告诉你啊 你赶快放了我 我我可是当初的歹象 你你要不放我 我一定会杀你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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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文贤啊 啊 哈哈哈哈 叶文贤你这个王八蛋 我一定要杀了你 别害怕 终于追来了 跑啊 怎么不继续跑了 不跑了 累了 你知不知道 逃婚是死罪 知道 知道你害怕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如果有来世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了 只是我爱的人 还在二十一世纪等我 既然你不愿意娶我 为什么还要答应挂帅出征 你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招死呗 你说话呀 如你所见 张公主 还是把他带回去 交给陛下处置 把他 带回去 袁文贤你好大的胆子 任亲自的婚都敢这么不当回事 陛下 一定不能放过他 死子实在是 不无皇权 无法无奸 他不但打了我 还强堵了我的两个小妾 必须要 诛他九族 以示效尤 我没有九族 要诛就如我吗 你 好 来人 压下去 斩 我 陛下阴灵 郝白 袁大人都要被问长了 咱们扛着两女孩干嘛 老黑 难道你没有发现这二女 不同寻常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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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无辜的 陛下才刚要纳了我们做钱 我们就被原县令给抢走了 两位大人息息好 就把我们给放了吧 让我们做什么都愿意 你们二人要真是无辜的 这个红色里他用迷魂针 中了迷魂针的人就会成为你们的傀儡 听你们的话办事 说 你们到底是谁 陶平安是怎么死的 都听说过了 今天要是不老实交代 让我们让你们体验一下阎大人的酷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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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阿美 是郑北王的干女儿 奉命潜伏在丞相的身边 偷取他手中的金城布房图 只是我们刚被送给丞相 就被原县令给劫了 原来如此 老黑 你去揭发场 我去禀明陛下 好 林大人 你这不是铁骨铮铮啊 你这是铁头啊 我都砍了你三次了 又是你啊大哥 可不是吗 别人砍你收不住刀 阿能 大哥 这次说什么也别收刀了啊 其实我也好奇 今天谁还能来救你 没了 五十道 张公主 被植 愿替爷心灵受过 张公主啊 老爷的那 闭嘴 我还是等着要替他求刑 我连你们一同斩了 战 快快快大哥 林大人 上路了 哎 倒下留人 我就说吧 你这个脑袋 砍不了 谁呀 烦死了 陛下 严大人逃婚 是发现了镇尾王送给丞相的两个女眷 乃为戏族 他们此番前来是为了偷取京城不防 为了守护京城 守护陛下安危 严大人才不惜以身犯险 向哪儿人急 看来 严爱卿是为了护我精神安危才这么做 是这错怪你 啊 我他妈出门踩狗屎了吧 随便结个人都是间谍 原来如此 严狼 是本公主错怪你了 妈了 特别妈了 这镇尾王和陈相是铁了心 不想让我死 朕知道严爱卿还在生气 既然如此 那不如 朕就把严爱卿的官职再提一提 封你为义姓王 陛下 臣怎么会生气呢 不用那么麻烦 做了王爷 那他娘子更不好死了 那就好 陛下 镇北王狼子野心昭然若接 他此次派遣戏作入京 怕是不日就要谋反 请陛下下令立刻擒拿镇北王 镇北王有三十万大军在手 岂是那么容易的 陈妹觉得可以先从丞相入手 丞相是三朝元老 要是对他大张旗鼓的动手 恐怕会引起朝野上下动荡不安 但若对他秘密捉拿 他身边的黑甲悬位 又不比进军弱多少 会很危险 这么危险 那不得我去 陛下 臣愿去 你爱情 只是 只是诚意不容辞啊 陛下 好 拿阵令牌 京中所有进军 你皆可调动 是 陈高队 若萱 看来只有等此事尘埃落定 你和严爱情的婚事才可以继续 都听黄姐安排 你去召集进军 帮严爱情做丞相 是 严大人 丞相府兵重多 等会若是打起来 一定要跟紧我 明面受伤 不用管我 你要照顾好自己 老爷 按照我们的流程 得去兵调个兵啊 不用啊 直接去就行 要是带着一票进军过去 我还怎么死 我 可以 我哪里跑 对啊 坐 快点 有真相的 那个我们也不知道 今天早上 丞相就潜散了门客 带着公子出城了 跑了 追 追追 追 走啊 爹 爹 好端端的 咱们干嘛要考树京城啊 因为你爹我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什么意思 朕北王在我身边安插了间谍 想要骗去京城不方图 那两个女人 就是朕北王送给我的 那两个女人不是被抓了吗 是被抢了 但跟我也脱不了干气 而且朕北王安插的棋子告诉我 颜文兴根本就没有被处决 这两年我跟朕北王私通的消息也败动了 所以 我们不得不走啊 又是颜文兴 他该死 是该死 但不是现在 现在 我只有投靠朕北王 跟手中的京城不方图给他 我们才有活命的机会 上下 颜文兴从京城追了过来 再有一炷香的时间就到这了 来的正好 我要尽数砍了他 你来了多少人 五个 五个 那我们就在这等着他 他要是敢来 我就跟他 新城旧账 一块算 是 老爷 前面有那个破庙 我刚看丞相府的人进去 走 进去看看 你没可能有埋伏 我查案这么多年 我还怕有埋伏 走 都在呢 来人 我弄死他 炎文兴啊 炎文兴啊 炎文兴 就凭你们几个 也敢追着本相不放 对付你们这些人 我们这几个人足够 笑吗 我黑甲行为 岂是浪得虚名 我永安线三大捕快 也不臣多让 张议长啊 表长 图断的不复咱们好 各位老师 行主啊 大伙又图断的 一群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 也好过你们这些 狼子野薰之辈 我还想造反 难道 不怕被诸九族吗 一个愚昧的女流之辈 根本就不配做皇上 更别说朕北王手中 还握着三十万大金 就算我反了 你又能奈我何 不过 你言问心 怕是见不到那一丝 爹 你还跟他废什么话 直接论斗 砍死他得了 你收尔报仇啊 好 来 快呀 砍死我 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 不着急 这个颜问心 几次三番跟我作对 就这么砍了他 岂不是便宜他了 颜大人 我保护你离开 这是你我时间的恶意 与他人无关 让他走 你现在都已经是 梦中之片了 你觉得 你还有资格 跟我谈判吗 这些人一个都跑 来呀 给我拿下 三门三个 怎么老是这么没出息 这真火 这叫大智慧 这三要不出来 谁去搬酒瓶救了呀 他们是黑甲熊 我们收拾不了的 那这样的话 他们两个够危险了 不行 我得回去救他们 你臭老婆 你快回来 你这天也没用 我就回去 我 赶紧把你救救 回来 你吃习的 颜文心 老子今天就先杀了你的女人 让你常常 失去爱人的刺悟 失去爱人的刺悟 你是姓氧 下辈子 我再在一起 天爷 好好 好好活下去啊 终于可以回到二十一世纪了 不 不 都说你颜问心有九条命 汗不畏色 今天还不是死在我的手上了 这就是跟我做对的下场 你向我挨着 我要你偿命 就凭你 这么漂亮的小娘子 砍了舌的是可惜 成乡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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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公主带着进军过来了 什么 反正颜问心已经死了 再也没有人 能怪我和镇北王的好事 我们走 颜公主 我求求你 快救救老爷 快 快把颜问心带回去 老爷 要是老爷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杀死的狗丞相 老爷命硬 一定会没事的 情况怎么样了 启命 赵公主 颜大人 他失血过多 而且伤到了心脏 恐怕无力回天了 颜问心要是出了事 你也去陪葬 赵公主 这一剑刺的实在是太深了 血止不住 难道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倒是还有某种办法 快说 颜大人 伤及心脉 唯有世间 最稀有的护心丹 方可修复心脉 但护心丹 是那仙鹤怪的产物 而那仙鹤怪 是邪怪 早就被铲除了 仙鹤怪 你怎么好像哪里踢了过 仙鹤怪 还有一个人活着 这个人 你认识 不是他 没错 就是他 仙鹤怪 最后一个邪道 悬阴朗道 你去找他 算算日子 这还没到秋分呢 你们这就来了 仙鹤老道 你就是仙鹤怪 最后一个道士 公主殿下屈尊 来到这牢房之中 莫非是有求于贫道 你手中 有没有护心丹 有 当然有 你言问心 没跟您一起来 我猜 您打听这护心丹 就是为了救他吧 没想到啊 这小子也有今天 少说废话 护心丹在哪 我可以给你们护心丹 不过前提是 你们得先把我放 长公主 不如给属下一个时辰 属下一定让他彻底的交代 怎么 你们想对本道爷用刑 如我提醒你们一句 我可怕疼 我要是受不住疼 咬舌头死了 你们可就永远也得不到护心 丹了 到那时 严问心他必死无疑 长公主 此人道心不正一身邪气 一旦放出 定会危害民间 不过 而且就算要放得出去 也必须要得到陛下的云吻 不放我出去 你们可就永远也得不到护心丹了 我去找陛下 早点 饭 咱走吧 还记得当初救老颜吗 好 你的意思是 我们解 这狱卒真是懒死了 连夜都不收 是啊 他们连他们永安心的狱卒还没用 那他们就不怕有人劫狱吗 就是 他们会不会假装看不见呢 小心点 原来发现了 不知道大家好吗 怎么还有狱卒走的 那你说 怎么给他们送钥匙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 快给我解开 放我出去 快闭上你那臭嘴啊 起来那人闯醒谁都走不了 终于又回到老子的地盘了 少对话 赶紧把护心丹交出来 护心丹就在里面 不过 只能你一个人跟我进去 好 那就请吧 桃儿 雪原你老道诡计多端 千万别伤她的道 别说了 你们先留下这儿 给我 给我 想要这护心丹 除非你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怎么 当初是你说把你从天楼里放出来 就给护心丹 你今天又不认证了 没错 我是说过 不过 我现在又多了一个条件 你小心 你要是敢动武 我现在就毁了这护心丹 说吧 什么条件 我要你 乖乖的躺下 让导演我 舒坦舒坦 失心妄想 我还以为你有多想救她呢 看来 言问心 今晚要是不服着护心丹 明天可就 多好的小伙子 还那么年轻 对你也不错 当初 他可是拼了命的要救你 可你 做人要讲良心 好 冷酱 想 真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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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帮不讲信用的家伙 给你这样的败类 讲什么信用 让你欺负我们堂 快给你斗鼠 你们想干什么 温馨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不用说对不起 你回来就好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看不到她了 你坐在这看着她 她才是你未婚妻 我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长公主等了这么长时间 这怎么说的我就走了呢 怎么了 没事 我在逃会 没事 老爷 你咋了 他是不是鬼上身了 喂 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 老爷 你肯定好好感谢头啊 他为了救你 差一点点清白的 别说了 现在什么时辰了 快三根了 三 三根了 也就是说 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要是死了 就再也回不去了 有此良人作陪 老子不回去了 爱卿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灰陛下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严爱卿受伤 本该让你多休息几 但正近日听闻 郑北王在京中还留有亲信 这些亲信无时无刻不想坏我朝鑽 所以要对付郑北王 首先要扫除他在京中的余党 不知严爱卿是否愿意带领进军 扫荡他在京中的余党 抓余党 这么危险的事我可干不了 谁乐意干谁干 我惜命 陛下 这陈身体还没好 这恐怕无法胜任 既然严爱卿身体还未愈 那就好生修养 陛下 陈妹愿领兵 清除郑北王余党 不行 那这件事情 就交给你了 是 陛下 臣告退了 老爷啊 咱这去哪儿啊 回永安县啊 这么快回去 回去干嘛呀 我得罪这么多人 不少人都想弄死我 京城可不是九流之地 得赶紧回去 够一段时间再行 走吧 走吧 现在京城不安宁 我们得尽快回到王爷身边 都管那个阎文心 要不是他屡次坏王爷好事 王爷早就打下京城了 等王爷东山再起 到时候咱们再弄死那个新鲜的也不吃 等等 有东西 老爷 歇会吧 太累了 都走半天路了 我腿肚子都抽筋了 怎么就这么走了 陛下知道会不会不高兴啊 管他呢 先回去再说 怎么遇到全栽载者 杨文心 我不是对不起打扰 走走走走走走走 杨文心 杨文心 真糖有毒你不是 地狱无门你偏窗进来 严大人 王爷可是对你恨之路 我 你说 我们要是把你绑到王爷面前 你猜你会怎么死 交给你们了 明白 文心 你先走 亲爱的长公主 这一次你肯定一定要救我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你们已经被我给包围了 包围 就你俩 我早就知道你们在这儿 哎 我要不然我为什么知道 只带一个人来 还不是为了 给你们个求饶的机会 他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 我早就听说 这个杨文心 有时无声 看他这样子 也不像没有准备 要是这个时候进军全中国了 咱们可去多晚了 最后怎么办 别听这回事 他们两个人 咱们就要跟拼了 哎 等等等等 郑北王一个月给你们起个贡献 你们至于为他拼命吗 好像也没给钱 你看 郑北王连贡献都不给你们 你们至于为他拼命吗 老老实实投降 还能免除死罪 呸 少在这房屁 晴儿 我们非要弄死你 哎 别敢动颜大人 我从来没有现在这样 如此希望看见你 张公主啊 我不要 我不要活了 我不要干的 好 我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亲平生 谢陛下 严爱卿 你停猫腰案 查顺影案 解决匈奴犯编 抓成像 除间谍 屡立大功 朕决定册封你为冠军侯 可见朕不败 谢陛下 肖成龄 王老虎 张小帅 在 你们三人 跟着颜爱卿 立功无数 政策封你们三人为 三大名鼓 尚可查黄青贵子 下去查黎明百姓 谢陛下 王老虎 又出息了 我以后去青楼就扬眉吐气了 乖乖乖是名鼓 以后不用三四年抓犯人了 徐亲颖 在 你武艺高强 又是颜爱卿的得力助手 朕决定册封你为青涌郡主 第一位等红公主 贴享黄青贵族一切特责 多谢陛下 颜爱卿 我还有话要说 有 回陛下 臣记得您说过 等臣办完了三件案子 您就让臣许个愿望 没错 爱情还想要 陛下 我想和掌握 陛下 此人犹如皇家颜面 当斩 陛下给你封喉 非但不满度 还敢当众退婚 也正不把陛下放得严 陛下 我已经有心仪之认了 掌公主身份尊贵 我赔不上了 这 准了 谢陛下 等一下 问心 掌公主心里 也有你 那我也不能同时 取两个吧 谁不想同时取两个 但是犯法 怎么不能啊 三级四级很正常的 老爷 你现在是封喉了 不是显令了 取两个 赔了什么 再说了 你当时 不也对掌公主表白过吗 对呀 这不是古代啊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古代没有冲冠罪 陛下 臣能否受回刚才的冤枉 林温馨 你是在戏弄镇吧 哦没有没有我 若萱 真的宝妹 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 这定期饶不了你 啊 啊什么啊 咱们快去追啊 哦好 有请新娘 徐清颖 有请新娘 掌公主 主 有请新郎 颜问心 啊 这 颜问心不会又逃婚了吧 他要是再跑了 我亲自提到去追他 没头啊 他如果这次再跑 我亲自咔着他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不好意思 睡过头了 颜问心 你我之间还没有结束 你等着 恩王迟早会让你死 立成